每隔一段距離 放一個 做一棵樹 每隔一段距離 放一棵路燈 每隔一段距離 你心裡面要有這個圖喔 每隔一段距離 做一棵樹 每隔一段距離 每九 每十五 更長 每十五 放一個路燈 放路燈 兩個多號已經差不多 好 來 這裡是九 這裡是十五 兩個沒有剛好排在一起 可是九好幾次 九乘以好幾次 十五乘以好幾次 終會碰在一起 所以碰在一起 那個距離是九的倍數 九乘以幾塊而已 好 那個距離也是十五的倍數 終會有一次碰在一起 所以這是求崩倍數 然後呢 同時有蘇漢洛洞 下一個 就是求一個 最小公倍數 下一個而已 現在碰在一起 好 最小公倍數就碰在一起了 好 最小公倍數就碰在一起了 好 最小公倍數就碰在一起了 十五和九的最小公倍數 到四十五公尺 另外兩個就碰面了 因為四十五除以九 九五四十五 五個九 五個九 中大數的地方就碰到有路燈的地方了 這個時候是有三支路燈 三支路燈 五顆樹 三支路燈 兩個就碰在一起了 所以數量 全部數量150個 每九個一堆 每六個一堆 好 每六個一堆 或每九個一堆 那你心裡面要知道 來 六個 六個 很多個六個 所以呢 全部的數量是六的什麼 六的倍數 那每九個一堆也剛好玩 所以全部的數量是九的倍數 全部的數量有多少 就是在求它的重倍數 那這一題可以換成另外一個題目 堆九堆 或堆六堆都剛好分完 這是九個一堆 這是九個 可是另外換一個題目 是堆九堆 有九堆 你看看堆九堆 或堆六堆 題目會有這種變化 堆九堆 或者堆六堆 都剛好堆完 這個時候想法不一樣 做法一樣 如果它是堆九堆 有九堆 請問全部的數量是不是九要乘以它的個數 每一堆的個數 九乘以每一堆的個數 有九堆 這每一堆是x的話 九x等於全部的數量 因為目前為止就是兩個字的出現 你不要慌張 完全一樣 分九堆全部的數量是九乘以每一堆的個數 等於全部的數量 所以全部數量還是九堆的倍數 題目不一樣 不要慌張 做法一樣 好 這裡呢 求剛好分完 求最小公倍數 最少這裡 最小公倍數 最多可以算 因為它有給你限制 最多不能夠超過150 好 最小公倍數 同學以後在寫的時候 這裡隔開一點 9跟6 自己不要混 隔開一點 好 最多那就必須18的2倍 18的3倍列出來對不對 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不要用列的 直接找到答案 然後因為這裡最多 你是用18 然後36這樣算嗎 還是用一個方法 你會用什麼方法去 趕快找到最多有幾個 18 150 怎麼樣 除以18 好 我們來看這個圖 最快的方法 150去18 全部有150個 這裡有150個 1 你不好捏 不乖 好 全部有 這裡是150個 我直接 你直接要找答案 對 150個 你們要找18個 很多倍數 除以18 看最多有幾個18 好 有沒有剩 對不對 我們做出法 這邊有余數 余數就是 我除以很多個18 就出到這裡了 這邊除了 好 會有剩 這邊會剩 你們除了之後剩幾個 剩六個喔 好 剩六個 好 那我是不是150要把6 剪掉就可以整除 這個有人不會 我知道有人不會 像練習 有這種題目 對 來 手放下 來 你要直接找 接近150個 你有一個笨方法就是一直列 18乘1 18乘2 18乘1 3 一直乘 乘到最接近150 題目如果出一個350 你就很辛苦了 花很多時間 所以你要把全部的數量 除以這裡 十八 除以十八 最小公倍數的倍數 也是他們原來的 都是他們的倍數 好 除以十八之後 你們會發現 能有整除 會余六 剩下6 我把那個6不要 會不會整除 會喔 150 把6 剪掉會整除喔 就是他的幾堆 就是他的 150 剪掉6 只是他的答案 會整除的 又沒有超過150的 這樓橘子最少有幾個 最少有十八個 還有呢 三十六個 那然後呢 這個有八次 有八次 他的倍數八次 這個十八乘以八 也會是六九的倍數 也會是六的倍數 追小公倍數的倍數 都會是他們原來數的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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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寫這個是超答案的嗎 你是自己寫這樣子的 那老師剛才說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把余數減掉 150 把6 剪掉也是答案 十八的 一倍 兩倍 已經抓到了八倍 八倍 在這裡 已經抓了八倍 不會超過150 好 六分鐘 十分鐘 什麼時候 這個時候 同時開出 是求音數 公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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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時間 什麼時候會碰面 這個我們求的是公倍數 下一次 來 這個時候 5點30分 同時開出 然後經過一個公倍數 最小公倍數 就又同時開出了 這一次是初級的 初級的 沒有問你今天幾分 是下一次 幾分鐘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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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題有一個假議題 有沒有一個 題目有沒有一個 隱含一個假議題 喔 有沒有 被騙了就去加了 有沒有看這個題目有一個假議題 上午5時30分 有沒有用到 騙你的 沒有要你做 他告訴你幾分鐘以後 對 所以這裡是假議題喔 沒有要你算喔 把題目讀好 不值的兩個數 最小公倍數就把它 相乘 像11和5 他們兩個不值 11和2 也是不值 他們的最小公倍數就是 好 來 請我們一起念一遍 不值的兩數 來 開始 不值的兩數 他們的最小公倍數就是 這兩個數的成績 例如 三十五和十二固子 他們的最小公倍數 三十五 三一 十二 到一 好 下面的題目請停坐 好 下面的題目請停坐